變相承認台灣的地位 哇大佬 我想這件事 爆血管都像 石禮哥在這裡講的 2024年 在Lucy在這裡節目講的 民眾黨是不可能取代共產黨 Lucy在這裡節目先講 商禍 民眾黨裡面的商禍 就是白黨裡面的商禍 王國昌 王先生很大機會做 立法院副院長 石禮哥由第三個預測講出來 盧秀燕 大家真的要留意這個人 台中市的市長 只要肯有翻牆的那些人 基本上是支持台灣這個選舉的結果 真的很有趣 出現了 就是這樣叫做軟對抗 就像李家昌說的 就出現了這個什麼情況 他們也都看到 只要你和 阿維尼不滿意的東西 我們就走這個方向 就是那種 他們對現在本身的遭遇 很多不滿 往往是借這些東西 宣洩自己的情緒 好了 基本上這個外國那方面 我講過了 這個選舉就是外國的反應 就可能導致歐美為首 可能會真的協助台灣 在國際上 重新加入一些國際關鍵的組織 不期 絕對不期 到時你就繼續跳腳 跳腳 為什麼大陸這麼緊張 這麼緊張 就是大陸向全世界說明了一件事 他很怕台灣在外交上面有所突破 你暴露了這張底牌出來 暴露了 一旦這樣暴露的話 不好意思 我相信 跟你有一個不去的 例如 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國 一定要看著這個點來玩你 我不敢說打你 誰夠你打 但是玩得吧 他會玩到你一頭煙 尤其是加上英國這些老狐狸國家 是不是 就是知道你 騙一點台灣的外交那些東西 幫台灣加上一些國際組織 變相承認台灣的地位 哇大哥 我想這件事 爆血管也像 對不對 這個 我的看法就是 我相信歐美可能會朝這個方向去玩 就是在過去大陸經常把台灣 來玩美國 玩美國 最喜歡玩美國 歐洲 但是現在好像是反過來 歐美說 行了 你懂得把台灣來玩對手 我們都懂的 就是一樣 用一些以奇人之道去玩 我看得出他可能會有這樣的發展 好了 至於島裏面 那個形勢會是怎樣呢 我們看到很多人 尤其是年輕的那些 在我口中 去到台灣 吃兩點蛤仔煎 就以為很了解台灣那些蛤仔煎專家 這個名字 我送給他們 他們就覺得 民進黨有希望了 國民黨變原化 泡沫化 等等等等 我就真的是 哈哈哈哈 笑一笑 就當然 小哥 你是親民黨的 你幫民黨說話 我也是一個傳媒人 那句說那句 就是看一件事 千萬不要這麼膚淺看表面 半年前 Lucy叫我在這裡講台灣的問題 我由始至終 我沒有變過我的立場 我都說賴清德贏了 那個走勢 當然現在這樣出來 如果當天賴白俠 贏了賴清德 賴清德輸了 即是說了這些話的人 基本上 就和白千沒有什麼分別 是 這次賴白俠 這兩個白黨 加起來的選票 是贏賴清德 二百多萬票 但你能不能回答我 那二百多萬票 全部投你 如果賴白俠那時候 現在為什麼陸營有這麼多 分了藍營部分票 分了賴清德很多票 尤其中南部 是不滿民眾黨執政那些票 台灣話叫做倒爛票 就是鬥氣票 是這樣的情況 還有你細心想看 在這種不滿的情況之下 全台灣二十一個 二十一個縣市 民眾黨都沒有一個縣市 是第一個 沒有啊 這樣就基本上可以判斷到 民進黨 會不會 幾年之後 可以取代國民黨 我在這裡肯定告訴你 錄音一下 齊瑞哥在這裡說的 2024年 1月17日 在Lucy這個節目說的 民進黨是不可能取代國民黨 不是國民黨有多厲害的 大家不要搞錯 不是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而是民進黨在中南部以下 俗水溪以南以下 第一 他沒有跟沒有牆 你要搞這些跟跟強強 你沒有十年八載 是搞不定的 知不知道 民進黨 他就已經成立了 八六年成立 去到這個所謂的政黨輪替 去到二千年的政黨輪替 十四年 他還要在李登輝極力的幫助之下 才能做到這件事 還要在當時的國民黨內部分裂 才能做到這件事 是不是 陳水扁都做得不好的 所以到陳水扁交叛的時候 交不了 你慢慢一來到 用地方勢力一下就搞定了 是不是 到之後慢慢重新建立一些地方派 勢力打好關係 先戰 在南部 尤其是南部 苦戴仇心 所謂的 給國民黨統治期間 白色恐怖期間 他利用這件事 這樣才搞到 民眾黨這方面還沒問題 這是第一 第二個民眾黨 柯文哲 柯文哲是個什麼人 在這次選舉裡面 尤其是在南白俠 這個過程裡面 完全暴露了他的弱點 大家忘記了嗎 金魚腦袋 我就是戰專家 就是金魚腦袋 那些年輕人 柯文哲清清楚楚告訴你 南白俠 最初是簽名同意了 那個條件 怎樣的民調啊 正負三 好了 到真的要用牙齒開波的時候 當他知道台橋那個不是他 他連電話都不聽 見人不見人 哭呼哭忽 他老婆收了電話 媽媽不讓他談 好 什麼很痛苦的選擇 真的有些事情 安文哲做了 阿姨打過去台灣的 中共軍要打過去台灣 他的電話是不是有人收了 這些什麼人 怎麼可以擔戴大使的 是不是 這個第二項 安文哲本身他自己的問題 還有他那個所謂的出身 很多是假料 當然他講話 是好得年輕人的心 因為他不來頭 有一次張星馳說話 但是 民進黨 除了他之外 就沒有第二個可以 擔任到這個位 台灣 你說行不行到第三黨 第三勢力 會不會出現呢 暫時來看我不覺得會有 因為安文哲絕對不是第三勢力 一個 就是那個理想人形的人選 再加上第三點 民眾黨裡面呢 其實是非常矛盾的 因為 集合了各派的人馬 總之又不喜歡藍的又加民眾黨 不喜歡綠的又加民眾黨 這個白黨 就變成一個集牌軍 集牌軍在共同的仇恥目標的時候 OK 大家可以發揮了那個所謂的虎大仇心 就是找到那個戰靶的力量會很大 這次可以看到的 會很大 但是一旦 那個敵人 消卻了 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出現的時候 就會一定會容易產生內部矛盾 最簡單 民眾黨裡面有兩個人 將來一定會吵架的 所以那個又是1月17號 在Lucy這個節目先講 雙王 民眾黨裡面的雙王 就是白黨裡面的雙王 王國昌 這個時代力 時代力量那個以前的主席 318 大人八學運那裡 露出來一個人 這個人私得甚差 你罵 國民黨很多人炒地皮 乃清德搞什麼地皮 王國昌自己炒也都炒地皮 阿文哲也都炒地皮 而且炒得更離譜 王國昌 而王國昌正在走那條路線 不好意思 李不豪生仔 他是想走一條親國民黨的路線 他是傾向於藍白俠 因為王國昌和民眾黨的關係 陸營的關係相當不好 因為他最初的親路 被陸營裡面趕了出來 陸營視王國昌是一個叛徒 就是陸營一直扶植 你這個王國昌 你自己這樣跳出來 現在搞對抗 跟我們對待走一走 所以陸營不用了 王國昌 王國昌只會走一條路 藍白俠 將來在國會裡面 因為他現在是關鍵少數 他傾向於藍白俠 但是問題在哪裡呢 王先生 王先生以前跟宋楚瑜 王先生是寧願六百合 他都打死不了藍白俠 這個人因為是藍營的器杖 他跟藍營太多恩恩怨怨怨 好了 試問一下一個民進黨 一個關鍵少數 你真是佔據一個關鍵少數 但是 安文哲對下來 雙和兩個人的 走那條路是南沿北撤 你安文哲怎麼去 去搞定 現在你說的 團出 你看一個指標 2月1號之前 台灣要選 這10年 要選立法院的院長 要選出來 立法院長 現在只有兩個人 有機會 不可能王國昌出來做 副院長有機會是王先生 就是一個條件交換 就跟藍營也好 跟陸營也好 你要我撐你 那幾票撐你這個 你提名那個人 OK 我要用副院長來交換 王國昌沒有資格做副院長 因為他的行政經驗不夠 但王先生夠 王先生很大機會做立法院副院長 你這樣交換 你用我支持誰 支持韓國瑜 支持楊實昆 但問題就是 如果是王先生 坐副院長 那他唯一支持的 一定是游實軍 不會是韓國瑜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現在未來2月1號 你可以看到 我會判斷游實軍的機會 是大過韓國瑜 大過韓國瑜 如果是韓國瑜 做立法院院長 未來台灣很清楚 大家就鬥氣了 一個政策只會扯後腿 當然你這樣扯後腿 令到國家空轉的話 未來4年之後 你分中兩年之後 那個地方選舉都出現問題 那些人會看到的 你不是做事 就是這樣扯後腿 你這樣玩鬥氣的 如果是這樣 那台灣人 既然就這樣 下次最後投票的時候 全部投票是那個 總統也是那個 議會也是那個 不要搞權力平衡 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說民眾黨 你聽我這樣的分析員 他有沒有可能可以取代到國民黨 即未來成為第二大黨 國民黨慢慢慢慢變化 邊緣化 國民黨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呢 他的路線搞 到今天都未定到 在黨裡面紛紛擾擾 現在他選 究竟這次他可以賴的 這次是選贏還是選輸 總統是選輸 但是國會是贏了 這樣你追究戰犯 你怎麼都可以 朱立倫是可以脫身的 喂 國會選贏了 現在的問題是 喉友宜 大家推出來的 你怪怪喉友宜 喉友宜 可能會面臨 這個所謂的心不事 好像韓國瑜這樣罷免案 但是萬一真是推出這個罷免案的話 真是推出 我推出來的話 喉友宜未必會成功遭到罷免 因為喉友宜在心不事是有迷惘的 有聲望的 有聲望的 他總統那裡是有問題 是準備不足 外交經驗不足 國際視野不足 也都非常不了解 中美台三國之間那些 和約的那些關係 他連817公報 這個三公報 四保證 他都搞不清楚 那你怎麼做這個 台灣地區領導人呢 對不對 所以這方面是責的 所來所去 國民黨唯一的戰犯就是馬英九 為什麼你在選舉之前三天 說一段這樣的說話 令到國民黨一聲 真是第一次跌破五百萬 因為國民黨 你無論如何 你都有五百萬的票 這是鐵票來的 走不掉 而馬英九那段說話 我相信 真的走幾十萬票 走不掉 今天安民節 打到三百多萬票 我相信其中起碼一百萬票 是多謝馬英九 這樣轉過去的 當然馬英九很嚴重 你作為一個總統 作為一個國民黨前主席 德高亡重 誰知道是捷人其位 捷人揚毅應該說 說一些比汪精外更差的說話 是離譜的 是完全出賣了中華民國的利益 也都出賣了國民黨的利益 很離譜 非常離譜 你怎麼能說這樣的說話 兩岸的和平 我們要相信習近平 你作為一個總統的高度 你不可以說這樣的說話 作為站在台灣的立場來說 你這句說話非常失言 結果就反映在選票上面 而那些年輕的黨員 少壯派國民黨裡面的少壯派 一定針對這件事 就乘機和馬英九割席 甚至 就是逼馬英九重新表提 如果不然就 就是將它冷卻 或者將它開除書黨 開除書黨當然難度很多 始終可以是前總統的 你國民黨的傳統 但是那些少壯派 現在真的 你看那些少壯派 講了幾年了 不是今年講的 四年前 蔣萬安已經這樣提出 但現在隨著蔣萬安 做了台北市的市長 我希望大家 今天17號 社會哥有第三個 預測講了出來 盧秀燕 大家真的要留意這個人 台中市的市長 盧秀燕在這次 理論上 朱立倫應該要辭職的 你畢竟是總統選書 你要負責 你應該要辭職的 但是 這次立委的選舉 裡面 朱系的立委 朱立倫 派系 這個山頭 朱家軍 那些立委基本上全部上 上了好像九成這樣 當中就有一個叫盧秀燕 即是說 如果老朱被人逼下台的話 朱立倫唯一選擇 一定捧著盧秀燕上 做黨主席 必然的 而盧秀燕呢 你不要看他一個 好像大媽那樣 一個這樣的 師奶那樣 越來越有這個 政治家的 你好聽的叫智慧 難聽的叫假話 因為我看到他一件事 他現在是拉攏了 一個叫蔡碧瑜的立委 而蔡碧瑜是誰呢 就是一路幫柯P 幫柯文哲 發動這個網軍的 為什麼 很多年輕人 覺得柯文哲氣勢如雄呢 就是蔡碧瑜營造出來的 就是說 柯文哲在網軍上面 如何操作 怎樣怎樣 蔡碧瑜是療癒指掌 也知道柯P的死穴在哪裡 所以我為什麼 剛才這樣判斷 我先講民眾黨 白黨 每個人都說這個有機會娶到國民黨 我便笑一笑 政治不是你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現在這個 你看她是一個大媽 她叫蔡碧瑜這部棋 是相當高明的 也都看到這個人 不是沒有心思的女人 她心思也有她自己的算盤 四年後八年後 可能就是她出來選總統 大家就看 她答蔡文安 或者答許淑華 全女班怎麼出來選 喂 現在你看民進黨 這次的得票 她出來選 她真的不是沒有機會的 你只要 講清楚 國民黨的路線 那個地位是怎樣 這次的選舉 可以很老實說 全台灣 鐵定了一件事情 出來了 任何親中共的路線 都會被選民拋棄 已經定了這個路線 所以國民黨 會不會因為這幾次的失敗 她走回一條 即是兩張時期的路線 或者一個新的路線 她要定的 當然你這樣定的 所謂親美的路線 不走親中的路線 那幫森南 那幫韓粉 就走 那幫全部都是 一些老人家 你那些年輕人 在想什麼 那些才是重要的 你會不會吸引 投OP這些年輕人 投回來國民黨 就看你的路線 怎樣去做 這件事情 基本上 整個台灣的選情 是這樣的 至於民進黨 拿了總統大選 那她也是千頭萬歲的 就是她拿總統大選 但是你面對 各國會 你做了路意 但是你五十一票 國民黨五十二席 你有五十一席在國會 柯文哲拿八席 你要過一些議案的時候 你無論怎樣 一定要跟柯文哲交 所以未來立法會 立法院裡面 那種什麼政治分贓 政治交割 會很好看的 是完全看到一個人性 看到了 是很好看的 就不是看總統府 而是看立法院 會不會走以前回來 會不會好像又打架 我相信不會 除非你韓國瑜 就做回立法院院長 但是你做得院長 你沒有來好像以前那樣 在立法院裡面開播 自變身份地位 不會是吧 所以我判斷 大家真的有看一看 有看一看 這個民進黨 就是這三個黨 南八六這三個黨 在立法院裡面 那種的 廝殺 政治交易 分贓 利益輸送 很好看 很精彩 很好看 因為在這個 立法院裡面 在民進黨裡面 有一個 有一個人呢 是相當了解這些 立法院裡面 分贓運作的 就是國民黨裡面 有一個叫做黃金平 就是他相當純熟到這些東西 大家隨隨隨隨隨 插進去 所以他叫做藍營 公道伯 就叫做黃金平 綠營裡面 民進黨裡面 也有一個這樣的人 叫做柯建明 一樣姓柯的 這個是黃金平之後 他最了解一個條件 喂 你叫我 拜你 你叫我同意你 支持你 那我有什麼好處 他很快找到什麼好處 你來提這個 你們什麼資源分野 我就勸說 黨前又撐回你們 一定有這些什麼 必然有的 所以說 你真的熟台灣那方面 那些政治人物 那些什麼操作 你會覺得很好看 就是我覺得 覺得很好笑 很好看 所以說 香港的朋友 不要看這次 這次很多 有些部分KOL 就說 喂 這次為什麼不把香港議題去講 說什麼 Sorry 四年前已經講過了 這次台灣的選舉 不會再拿香港議題來講 因為不會有特別的得分 不會 沒有著數的事情 為什麼要做呢 四年前 是擺明了 蔡英文就利用香港問題 在地下拿了一支槍 慢慢掃下去 那你國民黨當日愚蠢 是不是 你明知道民進黨 那支槍就放在地下 民進黨就撿了 你自己沒有去撿 那你怪了誰呢 是不是 怪人家不把槍給你 就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 很有趣 你看到香港議題 在台灣人心中 這就是我為什麼整天說 你這幫香港人 不要整天當台灣是一個天堂